从5点半到现在快9点了 终于把这个药买上了 看看只有30盒药 但是现在已经排了将近至少有200米 现在应该至少有240 50人 大家好 我妈通过三四天吃这个药以后 感觉恢复的还不错 从进来以后在这之前连续烧了十几天 把老人肺烧坏 现在打吃上这个药以后一次也不用不发烧了 然后血氧从10% 看样这个效果是肯定要有的 杀死这个细胞 这个毒细胞还是有用的 但是至于针对某个人同不同这个我们不清楚 我们也更不是卖药 就感觉如果大家有希望的话有这个病 我们用这个药还是可以防 坐了16个小时的飞机终于到达了香港 做完核酸在早上11点前到达了深圳湾口岸 现在的深圳湾口岸比7月份的时候冷清了很多很多 我7月份回国的时候这里人家 今天一大早给妈妈喂上了新冠特效药 主任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新冠对于老人是致命的 尤其我妈妈这种有很多基础疾病的老人 我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 医院也进了最大的努力 我想问一下我妈这个现在气派是怎么治疗她现在 她现在 她的胃皮们都有高烧 昨天好不好 昨天39点啊 今天39点我 高烧就不是一点点烧 我吃了这个阿兹福顶 而且还是花了不少钱 因为到了站点以后 她一直不拍送 然后我找的打打送的他们给我去拿 然后花了300块钱了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我其实是没有到费的 但是我 就怎么讲 一直不转音 所以就买了 接着吃药 下游 今天是五天量的这个药的最后一次 吃完这个之后 就是这五天五把的这药就吃完了 反正这几 我感觉到就是从吃这药之后 24药之后 全部都退烧 之后呢 就是状态一直保持 保持比较好的状态了 吃完了这就是 都是空的了 这五天五天就把它吃完了 效果还不错 别的我也不想说 沈阳目前能不能够买到辉瑞的新冠特效药呢 北京的财经媒体对这个事进行了采访 目前呢 中国一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没有这个药 辽伦省医院也没有这个药 那么还有呢就是黑龙江那边也没有这个药 现在呢在北京这个药说是落基层了 但是依然很难能买到啊 九成的需求者都是老年人 现在呢挂号预约已经排到了明年一月中旬 另外市场上啊 有一些黄牛啊在倒买倒卖 有些药呢是真的 是所谓海外代购啊 偷着弄下来的 这个药被炒到一万三 现在据说最 这是昨天晚上才拉到的 辉瑞的特效药 然后今天早上就已经吃了 白天在这边的吃了 晚上再个啥个点再吃 再吃就笑不哭 今天是第15天 在医院已经打了5000针 昨天开始吃了药医率的特效药 晚上已经没有 就是在科的医院 没那么多了 已经淡了 然后今天开始打那个 饼球和人蟹白蛋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在医院确诊的第10天 我也吃了两天的特效药 应该准确的来说有两天半了 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效果 这个是我吃药的一个证明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 并不应该吃特效药 但是因为我是非常着急 想早点出院 所以我是为了我的CT值 而吃的特效药 然后今天我们又正好 做了一次核酸 我就可以说 检验一下这个药有没有用